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一看 我立即想到谭兰大师这句话 这个经历我记得非常清楚 在佛林寺有一次放生 他们就逮了一笼子的鸟 然后我们给他念佛归一 拿到山头上放生 然后把笼子一打开 很多鸟就飞出来了 但是里面就有那么三五只呆头鸟 它就不出来 跳来跳去 弄得没有办法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把它扣过来 你把笼子扣过来 把它往上飞 你往这边它往里面飞 怎么打都打不出来 当时想的这不叫自举其分吗 他大概觉得 还是觉得这个笼子好吗 大概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他在里面转得不出来 就是给他放生 笼子打开了 他就是不出来 阿弥陀佛给我们放生 六字名号就给你笼子打开了 让你放生 说六字名号买了你 从阎龙王手里买出来了 门都打开了 你飞吧 飞向极乐世界 究竟如虚空 广大无边境 你十方世界尽有 这个十方世界尽力 这个可以分身了 结果呢 他就在塞在这个三界的小笼子里面不出来 门都打开了 怀疾 问一些关 escaping 折楼子 好像马拉我 忽然 再 кл on 说 その As 各位